2017 国际文化小天使才艺大赛 在美国汉天卫视演播大厅拉开帷幕 河头市市长苏丸秀兰 南巴萨迪娜市长Michael 圣盖博士议员廖清禾 骆俊郡长凯瑟琳·巴格的代表吴中国 等主流官员军道会 并帮发祝贺状和表扬状 我们的目的是帮助青少年 建立一个交流文化的一个平台 那么新闻这个平台能够让他们 有一个自我展示 还有就是可以互相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也培养他们的领导能力 社交能力和社会的责任感 来自中国大陆多个城市 和美国东西部十多家知名教育机构 推举的选手参加了洛杉矶的总决赛 本次大赛分歌唱 舞蹈 武术 乐器 和语言艺术五大类 每个组最后产生金银铜奖和优秀奖 特别优秀的选手还将获得奖金鼓励 主办单位透过大赛 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才艺的舞台 帮助他们实现艺术梦想 优秀节目还将参加 2018年国际少儿春晚的演出 环球东方记者吕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 环球东方记者吕玉冲